恩友们平安 欢迎来到恩典每日成修 我是美莲牧师 今天我们要进入 生命纪第31章的灵修 但愿您天天活在神的话语里 蒙神带领和祝福 我们都知道在这两个星期里面 社区冠病病例持续的增加 染疫人数令人担忧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 与冠病共存的新常态 但是在面对生活的未知和压力的时候 许多人心中难免有不安 害怕经济和工作问题 孩子学业与成长的问题 健康与家庭的问题 种种的隐忧 惧怕 忧虑 在我们的心里面 弟兄姐妹 无论这疫情的冲击有多大 我们相信 这疫情不能够掌控我们 只要我们靠主刚强 一定能够走出一切的困境 今天生命纪第31章 我们要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 当如何胜过 恐惧 忧虑 而活出 丰盛 今天我所选择的经文是 生命纪31章 7到8节 以及23节 让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 摩西召了约书亚来 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 你当刚强壮胆 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 耶和华向他们列主 启示应许所赐之地 你也要使他们承受这地为业 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 他必与你同在 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腰华属父嫩的儿子 约书亚说 你当刚强壮胆 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 进入我所启示 应许他们的地 我必与你同在 在生命纪31章里面 讲述了神的仆人摩西的最后一个阶段 以及他卸下了领事的权柄 交给约书亚来接棒 面对这个的交棒 摩西带着坦然的心 因为他知道这是神所定的日子 是一个充满喜悦和祝福的传承过程 约书亚将要带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 在面对前面的道路当如何行 百姓是否会遵守他的引导 约书亚心里有惧怕和无助 百姓也为这位新领袖是否能够安全地带领他们 而心存惧怕 所以摩西当众给予他们 勉励和重生 神必定带领他们 与他们同在 他们只需要刚强壮胆 依靠神的带领 摩西说这些话 表示前面的挑战虽然很大 但是不要忘记 上帝更大更强 有神的同在就必胜过一切 弟兄姐妹 在面对一个未知的未来 无论我们有多勇敢 总会为着因为不确定而感到惧怕和担忧 去年的冠病爆发期间 我也曾经一度陷入了我人生的低潮 对于突然的变化 我感到无力和措手不及 甚至于进入了恐慌和焦虑 但是感谢神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今天我能够夸胜惧怕忧虑 活出丰盛 是因为我相信神是我的力量和帮助 因为祂带领我来到战胜一切的惧怕 感谢赞美我的神 弟兄姐妹 今天你是如何面对你的生活 你的服事和你的未来呢 你是否正处在惧怕和无助呢 第八节说到 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 祂必与你同在 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要活出丰盛的生命 我们就要立定心志 放心放手 让神来带领我们 愿主将属天的平安 赐给你 也赐给你的家人 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 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谢谢你透过 生命记 三十一章来到向我们说话 主我们知道 你必与我们同在 只要我们刚强壮胆 上帝你必定会带领我们去胜过一切 我们感谢主 愿神你赐福恩待我们的弟兄姐妹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弟兄姐妹愿主赐福于你 让我们继续地用时间 读完这一章 并且反思 让神向你的内心说话 我们再见